今天這個鬼才知道的金鬼獎頒獎典禮 已經舉行了87屆了 前面86屆 目前網絡上面找不到任何的影像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知道 到底在金鬼獎上面會頒什麼獎 會有什麼樣的來賓到場 只能夠鎖定這一次 在第一組頒獎嘉賓 使得我們的安娜貝爾 董仔 以及紅水歐大班的眼肉牙來到現場 其實兩位在電影當中 分別是這個利鬼選秀會跟名鬼選 會客是兩個節目的主持人 是的 所以兩個節目的主持人在台上 今天這樣子互鬥 有沒有想到以前那時候 眼球中央以及這群人還在的時候 那種風光的氣氛 拍電影的時候壓力很大 你根本不會去想我其他事情在幹嘛 對 所以在拍這部電影當中有沒有印象深刻的故事 我的那個場面是 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多的 群眾演員演的鬼 非常熱鬧 我甚至不知道我看到的是真的鬼 還是假的 啊不要 那我們接下來要頒的這個獎 是不是也很考驗人氣啊 沒錯 因為這個獎呢 跟現場在場的你們有關 因為我們要頒發的是這個 最佳尖叫應援獎 得獎的是跨世代的偶像 像你一樣的男子 MAKUTO 見鬼啦 謝謝 謝謝 大會頒給我這個獎 應該是MAKUTO第一次得獎 是唱歌男還是演戲男 我覺得 都蠻簡單的 太帥氣了 掌聲給我們MAKUTO 主持最難 謝謝 歡迎下一組頒獎嘉賓 黃迪洋 長官好 長官好 我在鬼才之道當中 飾演長官 鬼委會的長官 對 要當一名嚇人的厲鬼 最重要的是 但更重要的是 造型 得獎的是 詛咒網站紅衣女鬼 JESSICA 恭喜JESSICA JESSICA 我們來一個 這個倩影三連拍 好 第二個動作 哇 有魅的 有魅的 只有在鬼才知道 看得到這種 黑色喜劇的惡趣味 沒錯 底下的朋友們 千萬不要停止 你們的手機相機 最後 3 2 1 恭喜JESSICA 姚一提 很開心在上映前 能夠拿到這個 最佳造型設計獎 對我來說 獎項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看到那些造型定裝的時候 會覺得很傻眼 說哇塞弄成這樣子 我原本是 美艷女性的樣子 會不會就不見了 我覺得很好耶 很好 很感謝造型師 幫我做這個造型 也感謝藍色恐懼那部電影 精明的作品 對 聽說是導演的最愛 有小小的塞了一個彩蛋在其中 下一組頒獎嘉賓 超TK網紅 在劇中呢 有非常驚人的演出 不管是被嚇的 還是搞怪的 都有很多的挑戰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 大家好我是常委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賀 大家好我是大賀 我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們有一場戲 然後就要被噴血 然後我們只有兩次的機會 因為血漿不足 我們預算不足 對 我覺得 第一次那個人練習 就噴了很久 然後我們就在旁邊等 然後結果第一次 然後就只有噴到我 但是我覺得最佩服的是第二次 我們花了不到十分鐘吧 裝法造型全部都弄好 然後就直接噴血 我覺得很厲害 不到十分鐘 但聽說龍龍有一個挑戰要求說 導演說要有哭戲 這個戲應該在劇中 會有非常深刻的表現吧 對不對 因為哭得可慘 對啊 哭戲好厲害 那一場戲喔 就是我們三個人在激烈的爭吵 然後呢 導演就過來跟我說 龍龍你平常吵架的時候 什麼反應 我說喔因為我很討厭吵架 我一吵架就會哭出來 他說好你等一下就給我哭出來 哇 然後我想說天啊 我真的挖洞給自己跳耶 第一次拍電影就拿到哭戲了 對 好厲害喔 對於是呢我就 用我全身的力氣想說 我這次不哭就沒有下一次了 所以我在一個緊張害怕的心情之下 把眼淚給擠出來了 哇欸 掌聲 鼓勵一下 太厲害了 結果那顆 結果那顆其實似乎過我的肩膀 只拍到我抖動的肩膀 抖動的肩膀 導演別人 以為是拍我 哈哈哈哈 沒事耶 拍攝都是一個經驗 被剪掉了 被剪掉了 再馬上進行頒獎儀式 最初我們要頒的是 最佳團體獎 頒獎獎 頒獎獎 講的就是默契嘛對不對 我們現在唯一的活人代表耶 好那我們看一下得獎是誰 OK 旺萊大飯店的 好多 卡古樓 卡比拉 恭喜 恭喜旺萊大飯店團隊 一個完美的嚇人流程 背後要有一個非常完整的製作團隊 包括鈴騷 包括服裝 包括燈光 所以呢 我們就是這一個最重要的團隊 終於被看見了 我在裡面呢 所擔任的是同學的造型師 然後呢也算是柯國龍的小助手 雖然他不想承認 但其實我真的幫了他滿多忙的 比如說我們裡面有一些鈴騷 鈴騷的意思呢 就是在嚇人的時候 會做一些比如說 什麼 東西飛起來啊 然後把東西推倒啊 或是把燈光變壞啊 所以說就是 這些都是他教我的 我在裡面就是負責支援他這樣子 對 雖然得到這個獎 但你也不要太得意了 因為沒有我的指導 你其實什麼都不是 謝謝 柯國龍老師 哇 針對旺萊大飯店的內鬥 馬口斗 利鬼經濟人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分享一下 我覺得 我們是很棒的團隊 哈哈哈哈 這個套話 掌聲這個問來大飯店團隊成員 謝謝 那我們掌聲歡迎頒獎嘉賓 導演徐漢強 帥氣的外貌 透過了鬼才知道這部電影 述說了許多嚇人被嚇的精彩故事 大家好 我是徐漢強 不管是張榮榮跟王靖啊 這角色都非常的聲明 聽說這個角色的誕生 是經過你們合作一起討論出來的嗎 最好的就是我們在寫劇本的過程當中 因為很早就決定這些主要演員 是由他們來飾演 所以其實在寫劇本的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每次發展一個版本 我們就會 跟一個挨家挨戶 去約他們出來討論劇本 聊他們的角色 然後希望從那個過程當中 他們也會給我們一些想法 有一位新鬼基金 今天要這個推而出 得獎的是同學 恭喜同學王靖 恭喜王靖 恭喜王靖 好 有沒有什麼話要感謝我們的粉絲 我覺得除了感謝粉絲以外 也想要跟大家說一聲辛苦了 就是我覺得應該是有很深的經歷 或者是很深的感觸 所以才能夠被這部片感動到吧 然後我覺得這個也是 漢強給這個世代的年輕人 一個最大的溫柔 恭喜獲得最佳新鬼獎 差一個獎項頒發的是什麼獎呢 因為我們平常看鬼片的時候 都覺得鬼神出鬼沒的 對 但是你是當你身為鬼的那個角色的時候 其實你是需要把走位啊 節奏啊 要把身體練好 才能做出一些非人類的動作 獲得最佳動作設計獎 請揭曉得主 得獎的是凱撒林 恭喜凱撒林 張榮榮 在87屆鬼才知道金鬼獎頒獎頒獎頒獎 獲得最佳動作設計獎 平常拿的都是最佳力鬼獎 這是我第一次得到最佳動作設計獎 這也難怪畢竟我有許多的下腰 跟一些很不符合人體工學的可怕姿勢 那如果下一次要拍電影的話 我絕對不會拿這個獎了 我嚇得到喔 我以為要摔獎牌了 因為我們是真的要對折 然後我的那一套衣服是非常難做後期特效的 所以也是我的動作指導 本人Teddy幫了我非常多 然後不過我還是有一些跟傑西卡遺體打架的 然後跟那個王靖有一些摔角姿勢 然後還有自己的下腰姿勢 所以也還要去練一些跑酷等等的追人的絕招 這真的是一個恐怖喜劇嗎 越聽越像是奧運國手的訓練過程了 很驚人喔 掌聲尖叫載給我們第87屆 酷炎金鬼獎頒獎典禮貴才到首映會現場 謝謝